從空中看森林火災的時候 我內心就非常焦急 只要人為一點點的舒適 這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 印象比較深刻的任務 是去年玉山森林火災的任務 它是在一個高山 接近一萬兩千尺左右的森林火場 集水點是在洪富國中那附近的一個溪流裡面 那整個落差非常大 每次的火場、火點、地理環境都不一樣 去年因為缺水的問題 然後天干物造 森林火災發生的頻率是非常頻繁的 因為森林的開放這個政策 對於登山者他們是非常嚮往的一件事情 登山者人一桌 一不小心山難收救的任務 或是森林火災的任務 出勤的頻率是增加兩到三倍 從空中看台灣 看得到我們台灣真是一個森林 非常豐沛的一個島嶼 森林的富裕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再次富裕大家在森林裡面 必須要注意火的使用 並且遵循國家的規定 登山的規定 不要輕易的造成國家森林的危險 費溜能力的拍攝 是完全有問題的 只是在外面之前 太賺了 太賺了 在揮法後 太賺了 太賺了 體驗 質素 堂